對 這麼沒人 這麼沒人 這麼多人 這麼多人 我們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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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後面 講一下喔 我們來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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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說家事只能女人做 影片中播放著男主角 因老婆工作忙碌 幫忙做出完美的家事 來凸顯性別平等的重要性 來參加的長輩們都知說 收穫相當多 並暫取著這樣的觀念 才是正確的 政府扮成這樣 南立平頂 我們是很好的生活 很好的啦 以前的人 都是中南勤路 男人都不覺得做 都叫男人來做 以前我覺得這樣很無理 我現在 我們現在 對現代 對時代 不用這種生活 不可以說 我們媳婦帶來也一樣 媳婦帶來也說 十五個都給他們 都給他們做 我們的政府都提供 我們的性別 白頂 做得大家都 社會都做得好 以為我們的理事 做得更好 為了讓更多婦女朋友 了解到法律上的保障 與福利 玉石社區發展協會 日前與活動中心 舉辦推展婦女福利 及性別平等講座 邀請婦女朋友來傾聽 讓他們更加了解到 有關於性別主流性等相關法律知識 什麼是性別主流化 什麼是SIDO 然後今天最主要就是告訴他們說 性別主流化就是 不管我們在做任何事情 我們都要為了男生跟女生的需求 來做這件事情 就叫做性別主流化 那SIDO的話就是要消除一切 歧視女性的一切行為 就是讓他們了解這兩個最主要的名詞 然後回去也可以跟我們的子孫 還有現在到外地工作的那個 兒子啊女兒回來的時候 可以大家來討論 中國人傳統觀念大部分是重男輕女 男孩子是寶 做出許多對於女性不公平的事件發生 而如今現代觀念改變 提倡性別平等來保障婦女朋友 並在這次講座中邀請高齡婦女來傾聽 一同改變老舊的傳統觀念 明星尤寧軒 潮屯採訪報導